大家好 不少话有怀疑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养肠兽化 是不是一定要用有机肥 才能把它养的根状脂繁叶茂呢 其实也不一定 只要我们把握好另外一种养护方法 那么这个养护方法呢 就是在配土的时候下功夫 还有呢 平时养护的时候改变施肥方法 只要我们在给它配土的时候 这个土养中有足够的有机制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土养里面 加入大量的这个泥碳土 因为这个泥碳土呢 它里面多数都是有机制 所以这个有机制丰富了 后期呢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或者是使用一些辅植制 非常多的一些原土 因为有机制经过分解之后 这个土养也会变得疏松 透气又肥沃 平时我们给它浇学的话呢 我们可以改用这种VM原路 因为这种VM原路 它主要的作用是增强根系的生长 分解土养中的有机制 让这个土养中的有益微生物增加 那么根系就会长得更加的发达 吸收养分的能力就会更加强 那么这个长寿花就会长得枝反叶茂 所以我们想要把长寿花养出这种状态 并不是一定要有机肥 因为这种椰母原路 它里面所含的是大量的有益菌群 那么在这些有益菌群的作用下 就会达到刚才所说的一些效果 就能给这个长寿花补充大量的营养成分 所以我们只需要用这种水结合我们配的土养 不需要太多的有机肥 照样把这个长寿花养的脂肪也茂 那么这就是养长寿花的另外一个技巧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